灣仔最新開的瑞吉酒店 香港分店開業之後 三樓的法國餐廳最引人注目 因為大廚很有名氣 一來做過很多升級餐廳 二來高大、英俊 有不少花邊新聞 一走出廚房 已經很多客人不停拍他照 自然令人有點期望 跟很多人一樣 試貴家餐廳都會先試了個午時 一來價錢貼地一點 就算不適合 都不怕入育 看看環境 很有高級酒店氣派 桌子和桌子之間的距離 有三四個人身為 正中央有餐廳自己蒸餾的烈酒 桌布和水杯都印了泡沫暗雲 拿個餐牌看看 價錢和同級酒店差不多 不算特別貴 一向認為Amuse Bush和麵包 是歐陸菜中的預警 如果連這兩項都不好吃 九成都是中伏收場 這裏OK 佈置得好像花盆 這裏做得油香可口 外層脆片 中間鵝肝很有滑 有強烈的對比 質感很清爽 味道有這次雞味酒的血腥瑪莉 餐前包都好正 外皮烤都香脆 中間柔軟又充滿水分 牛油是加入了香檳調製成的香檳牛油 魚子醬頭盤有兩碟 這個是牛肉湯啫喱配魚子醬 脆溫溫的鹹香魚子醬 又吃到冰涼軟滑的啫喱 主菜和牛的火候好準 入口肉香比較重 醬汁很有菇香 甜品也很出色 大黃質感順滑沒有渣 白桃雪巴很有桃香 不過其他東西可以再做好些 噴喱本身已經重味 加上鹹香醬汁和牛油果醬 令它很重口味 好像在吃南美洲菜一樣 另一個主菜的魚份量很大 海防魚本身的確是肉質結實 不過這次的質感 又未免是粗了一點 幸好醬汁調得不錯 另一道魚子醬頭盤 魚子醬和聖子的組合 入口就不夠利落 總結起來 這裡有三個好處 第一是環境好美 二是用料對得住價錢 和牛魚子醬好足料 三是食物份量十足 那些人經常說 吃法國菜是不飽的 但是這裡一定不會 說一下缺點 第一個就是比較重味 不是太像法國菜給人的印象 另一個缺點就是環境和細節有點瑕疵 餐巾也有點髒 走進酒店的時候 香氛也太濃 六百多元可以來感受一下奢華的氣氛 萬市起碼二千多元的話 就最好慶祝特別節日才來 如果滿分是五分 食物評分會有三點五分 最後我會怎樣推介這間餐廳呢? 看下算數 沒得選頂住先 想下幾時去? 還是馬上去訂位呢? 我會推薦大家想下幾時去吧 我會推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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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一個月的頻道 好,我們下一個月的頻道